今天要给大家解读的书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作者塞林格出生在纽约犹太富商之家 他从学生时代起就立志要写一本人人都读的小说 23岁的时候,美国军队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塞林格参军了 战后,他写了许多关于战争的小说 比如像木匠那样抬高防粮等等 然而,他最有成就的小说是《麦田守望者》 这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不可逾越的一部作品 这部小说在1951年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方面,这本书在美国青少年中非常受欢迎 在半个月内再版了五次 此后每年售出一百万册 至今已售出六千五百万册 小说在文学上的成就也得到了认可 近三百所大学,包括耶鲁大学都把它列入了必读书单 另一方面,这部小说自出版之日起便不断受到质疑 甚至被封杀到何种程度 美国大使馆曾试图把书送出去 但海关没收了它 1981年的数据表明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学校里最受戒约和被禁止的图书 赛林格完全无视了外界的喧嚣 他在乡下买了一所房子 以便不与外界接触 曾经有一位作家写了一本传记 即将出版 赛林格发现其中有一封未公开的信件 于是起诉这位作家导致出版计划流产 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敢替他赚钱了 外界的质疑与作者的隐居 使这部作品变得更加神秘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去阅读 为什么他屡次被封杀 却又能引起全世界的共鸣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麦田守望者讲的故事 小说中的主角名叫霍尔顿 16岁,是一个高中生 身材修长,家境不错 但是却不爱学习,几次换校 每次都是因为成绩不好 或者惹事被学校开除 这一次,他去的是潘西中学 是一所非常有名的贵族学校 但他还是不能安安静静地待在这里 五门期末考试 他有四门不及格 校长告诉他 圣诞节过后,你就不用回来了 再过几天就是圣诞假期了 但是霍尔顿不能再待下去了 他走到哪里都觉得无聊 到处都是虚情假意 所以,他决定提前离开学校 先去纽约城转转 然后再回家 没错,正如你所想 霍尔顿是个很叛逆的年轻人 他喜欢抽烟,喜欢骂人 但有时候,他也会流露出一丝茫然和脆弱 霍尔顿在书中描述了自己的年龄 先是嘲笑自己的头发已经花白 然后说自己17岁 身高6英尺2英寸 1米9 看起来像是个成年人 但有时候又像个孩子 看起来像个12岁的孩子 12至18岁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阶段 在人格心理学中 这段时期被称为心理社会合法的延缓期 法律上的延迟是什么 按理说,12岁之后,他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应该改变孩子们的规矩 遵循大人的行为准则和社会逻辑 但是,想要一下子改变 那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过程中 青少年会遭遇同一性危机 这是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要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和社会角色 使自己符合成人社会的规则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调整顺利 就能顺利过渡到成人阶段 而调整不过来的人 则会觉得自己被社会束缚住了 无法融入社会 甚至可能一辈子 都生活在愤世嫉俗之中 小说中的主人公霍尔顿 因为痛恨成人社会的虚伪 认为只有孩子的世界 才是纯真善良的世界 所以他最害怕的 就是孩子长大了 会变得跟大人一样虚伪 所以 在霍尔顿的世界里 童年的玩伴 死去的弟弟 还为长大成人的妹妹 才是最美好的 霍尔顿小时候 有个叫秦加拉格的玩伴 他们经常一起下棋 国王总是被加拉格 留在最后一排 多年以后 霍尔顿对加拉格的 这个小习惯念念不忘 和霍尔顿约会的高中 是有同加拉格 三番五次的像是有打听 现在 他下棋的时候 国王还在最后一排 在霍尔顿看来 这个小细节 代表着他们的童年 他想要确认一下 加拉格是不是自己的好朋友 但他和加拉格的关系 已经疏远了 他甚至不知道 加拉格现在在哪里 他在隔壁房间里 等着霍尔顿 有时甚至觉得无聊 也不想跟霍尔顿打声招呼 在纽约漫游的时候 霍尔顿多次想给加拉格打个电话 但因为种种原因 他们已经不是朋友了 只是霍尔顿不愿意承认而已 他的弟弟 艾里跟加拉格一样 都是经常被人提起 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角色 艾利比霍尔顿小两岁 头发火红 他有一颗善良的心 聪明的心 特别讨人喜欢 他戴着一副 用绿色墨水写满式的棒球手套 这样 艾里就可以在无人供应的情况下 毒室来消磨时间 不幸的是 艾利在十岁时死于白血病 得知这个噩耗的 那天晚上 霍尔顿就像是疯了一样 用手砸着车窗 把自己的双手都砸出了血 后来寂寞了 霍尔顿心里想着艾利 甚至过马路时还会想 艾利保佑我不要迷路 艾利一直活在霍尔顿心里里 他让霍尔顿写了一篇作文 说什么都能写 什么都能写 什么都能写 这让他想起了艾利的棒球手套 写这篇文章时 霍尔顿戴着霍尔顿典型的红色鸭舌帽 红色是弟弟艾利和姐姐菲比的头发颜色 霍尔顿害怕变化 他喜欢时间静止的博物馆 他说 就算你去十万次 那个艾斯基摩人也只是抓了两条鱼 那些鸟还在往南飞路 还在水洞里喝水 脚还是那么漂亮 腿还是那么纤细 这些话充满了诗情画意 但世界上又怎么可能永远不变呢 就连博物馆里的摆设都不一样了 当霍尔顿意识到这一点时 他更加痛苦 更加痛苦 霍尔顿意识到了自己的成长 但是他不知道该往哪里找 他常常提到中央公园潜水湖里的鸭子 平时他们在湖里好好的 可是到了冬天 湖水结冰了 他们到哪去了呢 是有人送他们去动物园呢 还是他们自己飞走了 他问过历史老师和计程车司机 但没有一个人认真回答 霍尔顿之所以会想起冬天的鸭子 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也经历了一个冬天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度过这个冬天 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生活的改变 他找过历史老师 也找过以前的学长 也找过他一直很尊敬的英文老师 他们告诉过他很多东西 但他却一无所获 甚至连新房都没有搬出来 在去见历史老师的路上 霍尔顿得知自己被开除了 心里多少有些不爽 一开始的时候 老师和他聊了几句家长里短 但当霍尔顿告诉他 这已经是他第四次转学的时候 老师却无言以对 霍尔顿显然也为这件事感到苦恼 可是他又不知道该向谁诉苦 然后老师把霍尔顿的历史卷子拿出来 开始读霍尔顿在上面写的一段话 霍尔顿写道 您可以拒绝我 因为除了英文以外 我没有一门功课能及格 当霍尔顿写下这些话时 他正处于一个孩子 和一个成熟成年人之间的矛盾之中 他下意识地希望用这种幼稚的方式 来摆脱考试失败的负罪感 但是现在 面对历史老师这样一位睿智的成年人 被迫再一次看到这句话 霍尔顿感到羞愧和愤怒 历史老师也讲了很多事情 包括霍尔顿的退学 以及他担心霍尔顿 但是霍尔顿并没有听进去 他甚至为老师感到难过 因为他知道老师是在帮他 但是他知道老师的话 对他来说根本就是耳边风 我知道你是想帮我 先生 谢谢你的好业 别担心我 前半句是真心话 后半句却不一定是真心话 与历史老师的会面 就此告一段落 霍尔顿当晚动身前往纽约 这次旅行并不顺利 霍尔顿从头到尾 都处于非常丹大的境地 他的自尊心与日俱增 想要做一个成年人 却又不懂成人世界的套路 在火车上 他遇到了同学和家长 他不敢说自己被开除了 只能说家人生病了 要赶紧回家 在酒吧里 无论他如何挺直腰板 装出一副大人的样子 服务生一看就知道 他还没成年 不肯卖酒给他 旅馆的一位电梯工 看出他急躁冒进 不懂人情事故 就用这个来敲诈他 当霍尔顿回到房间时 他问他要不要找个妓 女 霍尔顿却鬼使神差的同意了 霍尔顿在妓女到来的时候 就后悔了 他把妓女请回去 答应照样付钱 但是妓女却说钱不够 霍尔顿看得出来 他是在戏弄他 并没有上当 但没过多久 电梯工人又把妓女带回来 逼着他把多余的钱补上 霍尔顿拒绝了 电梯工抓起皮夹子铭抢 霍尔顿哭着骂着 肚子又挨了一拳 他很难过 觉得快要淹死了 他想象着 自己被子弹打得浑身是血 想象着自己也有一把枪 于是去找电梯工人要钱 在他的肚子上开了六枪 这样安慰自己 霍尔顿终于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 霍尔顿给露丝打了个电话 老露丝比霍尔顿大三岁 是另一所学校的学长 霍尔顿并不喜欢他 但是知道他很聪明 很有启发性 就想跟他谈一谈 老露丝对同性恋很有研究 讲了许多有趣的话题 使霍尔顿感到非常有趣 不过老露丝显然不想听霍尔顿诉苦 总是把话题引向无关紧要的话题 最后 他建议霍尔顿去找一位心理医生 让他帮霍尔顿认识自己 这番谈话显然是徒劳无功的 霍尔顿想找一个能让他清醒过来的人 但露丝显然不适合他 他聪明伶俐 却只会卖弄学问 不愿做一个倾听者 不愿提供建议 不愿承担责任 第二天晚上 霍尔顿又想到了自己的英文老师 霍尔顿打来电话时 老师和妻子已经睡着了 但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 请他抽烟 给他煮咖啡 英文老师年纪不大 说话比较俏皮 对学生总是照顾有加 对霍尔顿的英文也非常欣赏 他理解霍尔顿此时的访黄和无助 建议他继续深造 汲取前人的智慧 霍尔顿虽然没有评论这些话 但是却把他们的话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 后来 霍尔顿想逃学 跟他去流浪 他一口回绝 算是英文老师教的 不过 当时他并不想承认 只是说累了 想睡觉 然而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却让霍尔顿陷入了绝境 迷迷糊糊中 有人摸了摸他的头 发现 是个英文老师 霍尔顿被吓坏了 怀疑他是同性恋 赶紧跳起来 随便找了个借口 就跑掉了 英文老师是同性恋吗 其实 霍尔顿心里也没底 冷静下来之后 他觉得可能是自己反应过激了 可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霍尔顿再也不能完全信任英文老师了 霍尔顿向外界寻求帮助 却屡屡碰壁 于是他决定去西部当一个聋哑人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他把纸条烧给姐姐菲比 约他中午在博物馆门口间最后一面 博物馆和孩子在他心中是最美好的 面对成人世界 霍尔顿总是表现出对肮脏 虚伪的叛逆姿态 而对孩子却有着一种本能的保护 小说中有一段情节 讲到在姐姐菲比的校园里 霍尔顿看到有人在墙上写着脏话 他非常生气 担心会把孩子们带坏 他很想擦掉 但是又怕被老师看到 以为是自己写的 他宁愿冒着被人误会的风险 也要保护孩子的纯洁 菲比还只是小学四年级 距离成人世界 还有好几年的安全距离 但是霍尔顿还是不放心他 他曾经这样告诉过菲比 我经常想象有一群孩子在麦田里玩耍 成百上千的孩子 周围没有一个人 也没有一个成年人 而我呢 就站在那可恶的悬崖边上 我的任务就是守望 如果有哪个孩子跑到悬崖边 我会抓住他的 我的意思是 孩子们疯了一样地跑着 不知道要往哪里跑 我得从什么地方跑出来 把他们抓住 我整天都在做这件事 我只想在麦田里当一个看守人 这段话 可以说是整部小说中的电梯之笔了 孩子们在麦田里嬉戏 映衬着孩子天真的童年 霍尔顿的想法是 在成为守护者之后 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守护这份美好 成人世界就像悬崖 危险而虚伪 一旦跌倒 沾染了其中的虚伪 天真烂漫的纯真将永远失去 然而 我们都知道 小麦一般都是 种植在平原上的 现实生活中 绝对不会出现在悬崖边上 长麦子的情况 这种荒谬的结合 也暗示了 霍尔顿想象中的成人世界 和儿童世界之间的对立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成年人中 也有真诚和善良的 这正是霍尔顿 在车站遇见的修女 他承认他们和蔼可亲 谈笑风生 后来 霍尔顿主动提出捐钱 修女们一再追问 这真的没问题吗 这些钱你都捐了 够不够 霍尔顿的英文老师 曾经毫不犹豫地 抱起一个受伤的学生 不顾衣服上的血迹 由此可见 成年人的世界 并不完全是一个 可怕的深渊 孩子们也不是那么单纯的 非比手臂上的伤痕 就是因为孩子的报复 而造成的 在博物馆门口 霍尔顿看到了两个孩子 一看就知道他们逃课了 他们还撒谎说 啊 今天没课 霍尔顿讨厌的东西 在他的世界里 一直都是存在的 只是他选择了无事 所以 当霍尔顿把麦田里的守望者 描述出来时 他说 这是罗伯特彭斯写的一首诗 非比一再提醒他 他也用错了 霍尔顿的愿望 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罢了 霍尔顿最终还是没去西部 更不可能成为聋哑人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妹妹非比被邀请来了 她拖着一只小手提箱 说要跟霍尔顿一起去 霍尔顿当然不会同意 但他也说服不了非比 最后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 答应 非会比他更早回家 不过 非比还在生气 所以霍尔顿把他带到了动物园 请他坐旋转木马 霍尔顿在旁边看着 有点担心非比 会从马上摔下来 但是最后他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做 因为他明白 孩子们的烦恼就在于 如果他们想把手伸进危险的地方 你必须让他们钻进去 最好什么都不要说 如果他们掉下去 那就让他们掉下去吧 不要说什么话来阻止他们 因为孩子们要成熟 要长大 要经历许多考验 但是要靠他们自己去克服 这时 大雨倾盆 大家都在跑 唯独霍尔顿一动不动 大雨淋得他浑身湿透 可他心里却乐开了花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 霍尔顿终于明白了 天真总是会失去的 到了最后 霍尔顿意识到 他不能再当守望者了 而霍尔顿 却被妹妹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这一角色的置换反映出小说传统的成长叙事结构 霍尔顿在小说开始时提到大卫科波菲尔 这是一部由英国著名小说家迪更斯写的小说 讲述一个孤儿如何成长为社会有用的故事 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形式上讲的也是一段青少年的旅程 主角也经历了艰难险阻 最终也领悟了成长的道理 这些特点看起来和传统的成长小说并无二致 但在本书的开头 霍尔顿直接了当地说 我要讲的故事和大卫科波菲尔的故事不同 那是最令人厌烦的 传统成长小说中 主人公渴望成长 他们披荆斩棘 历经艰难险阻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退去志气 接受成人社会的接纳 积极主动地度过同一性危机 但麦田守望者却并非如此 霍尔顿反对成长 害怕变化 害怕成长 他不在乎获得什么经验 只是担心失去天真 从他的态度来看 他学习成绩不佳 学习成绩不佳 想要出人头地 跟霍尔顿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仅如此 他满嘴脏话 在宿舍里打架 完全不把校规放在眼里 后来到了纽约城 他学着大人抽烟 去酒吧 甚至招记 从传统的角度来看 他是个叛逆的少年 所以麦田里的守望者 才会被风吹得东倒西歪 他不再像过去 那些传统的成长小说 那样包养主人公 奋发图强的决心 而是对叛逆少年的颓废 与挣扎表示深切的同情与理解 传统的成长 叙事结构 也在霍尔顿身上得到了体现 霍尔顿在内心构建了一种成人与儿童 虚伪与天真 堕落与纯洁的对立 从表面上看 他支持孩子们纯真而纯洁 然而 他所经历的一切 以及他自己的所作所为 都在消解这种对立 许多成人社会的事情 如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他都是嗤之以鼻的 但又十分向往 在纽约一家旅馆 他看到一对男女 在浴室里互相喷水 好像世界上最好玩的是 他先是嗤之以鼻 说他们是变态 变态 不过 过了一会儿 他又想 这种下流的东西 看起来很有魅力 有时又觉得自己 像个色情狂 因为他开始想 要是能找到这样一个姑娘 把水喷到对方脸上 那该多好啊 尽管有些猥琐 他的思维方式 也是那种非此即彼的孩子气 在他看来 既然孩子是好人 大人也是坏人 既然说谎 是坏事 那么一切虚伪 都是不可饶恕的 但是他的所作所为 却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 他承认 你这辈子 大概没见过 比我更会撒谎的人了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如果有人在街上遇见我 问我要到哪里去 我就说 去看歌剧 他深爱着记忆中的朋友 但在生活中 却对朋友不屑一顾 这种对青春期心理矛盾的描写 非常准确 也很有感染力 超越了时代和地狱的局限 中国作家麦家 对霍尔顿的评价是 一方面 霍尔顿是一个勇敢 勇敢 爱恨 爱开玩笑的英雄 另一方面 他又是一个孤独 压抑 愤怒和忧郁的年轻人 出于强烈的同情心 加上对赛林格的崇拜 他的真名 讲本土改成了麦家 也正是受到这部小说的启发 麦家开始写作 2008年 凭借小说 暗算获得了矛盾文学奖 作家苏同还说 麦田里的守望者对少年的心理描写 看似漫不经心 却仿佛能听到人物的呼吸声 对青春期的描述 让我深受感动 那么 赛林格为什么要写出这样一部反成长小说 塑造霍尔顿这样的人物呢 这要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说起 1942年美国宣布加入二战 赛林格参军从事反间谍活动 那时候 他已经开始写霍尔顿的部分故事了 他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役 那天 将近三分之二的战友战死沙场 赛林格虽然逃过一劫 但他发现自己永远都忘不了 战场上那种肌肉烧焦的味道 战后 他曾两次被送进精神病院 却始终无法摆脱 创伤后应急障碍的困扰 战争摧毁了很多人的观念 包括赛林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人们相信人是有理性的 无论是科技还是社会制度 都能在人的智慧与理性中逐步完善 人类的未来是美好的 然而战争的残酷 却让人们惊讶地发现 这一切都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 一个善良的普通人 却可能在战场上犯下滔天大罪 甚至 在战场上 双方还在研究生化武器 完全违背了人道主义 自相残杀 人们不再相信民主与理性 悲观主义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 整个五十年代 美国文化分为冷淡 消极 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摧毁了美国人的美国梦 战争结束时 美国向日本投掷了两枚原子弹 美国人因此而大吃一惊 认为自己的政府是违背道德的 美国不再纯洁了 战后 美国经济迅速发展 空前繁荣 人们不再相信 勤奋 勇气和进取的美国梦 追求金钱 成为大多数人生活的唯一目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塞林格继续创作小说的社会氛围 正是这种社会氛围和拜金风气 这也是小说主人公 霍尔顿成长的环境 霍尔顿的父亲是有名的律师 却只顾赚钱 毫无职业道德 可言 作家的哥哥 才华横溢 却为了钱出卖作品 银河市场低级趣味 校长势力至极 对有钱人的父母 奉承有加 对衣着寒酸的学生 则不屑一顾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 五十年代 美国出现了一批 被称为垮掉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纵欲 吸毒 蔑视规则 对社会事务 漠不关心 小说里的霍尔顿 就是个典型的败家子 他痛恨学校的教育 说学校里的人 都是些虚伪的人 他们要做的就是读书 学习 出人头地 以便将来买一辆该死的凯迪拉克 当你输给橄榄球队时 你必须表现得很在乎 男人整天都在谈女人 喝酒 做爱 他那虚伪的口头禅 正是他在成人世界里 虚伪浮夸的代名词 不过 垮掉一代并非完全是贬义词英文 他们并不盲目地沉溺于物质世界的繁荣 而是为了反抗而奋斗 这一点 在霍尔顿身上体现了他拒绝成长 拒绝接受成人世界规则的那一面 在他父亲 兄长 学校校长身上 他看到了成人世界的虚伪和功力 所以 当他觉得自己 站在悬崖边上时 一方面下定决心要保护孩子们 不让他们掉下悬崖 让成人世界污染 另一方面 他用叛逆筑起一堵高墙 用冷漠的态度来 对抗成人世界的规则 用不懈来掩饰内心的迷茫和脆弱 亲身经历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变化的赛林格 通过塑造霍尔顿 这个不愿成长的人物形象 反映了战后青少年的生存环境 和精神状态 引起了美国青年一代的共鸣 虽然小说中 霍尔顿最终还是跟妹妹一起回家 打算继续上学 但是小说之外的作者 赛林格却一夜成名 却将他心中的理想 付诸实践 他买了田地 买了衣服 盖了一间小屋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也有人质疑 为什么赛林格和外界的质疑 都没有得到回应 但实际上 在《麦田守望者》这部小说里 赛林格通过一位英文老师 讲述了这部小说的价值 这句话是英文老师对霍尔顿说的 他说 在历史上 像你这样的人 在道德上和精神上 都有过犹豫的时候 幸好有几个人 把自己的访黄记录下来 只要你愿意 你可以向他们学习 如果有一天你做出了贡献 别人也会向你学习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轮回 而不是教育 而是历史和诗歌 好了 麦田里的守望者给你讲完了 明天见